接着镜头带您到台东县的关山镇 关山警分局瑞峰派出所 日前就接到了一堆夫妻拿着一个黑色的背包 说是在路边捡到的 希望能够找到背包的主人 那么警方在检查背包内的物品 发现了是一名来自捷克的女学生所有 因此呢依照了背包所住机的电话 通知了这一名女学生前来领取 而终于呢也成功的让背包物归原主 从警方所提供的画面上可以看见 原警正在利用全英文的方式 向不慎仪式背包的捷克级女学生表示 她的背包目前正在派出所内 可以前来领取 昨日上午十点多左右 一对夫妻拿着一个黑色的背包 来到派出所表示 是在路边拾货 而警方依规定受理报案 并发现该背包的主人 是一名捷克级的女同学 立即依照背包内的资讯 通知女同学前来领取 原警除衣时得物规定受理外 同时检视包内物品 发现背包主人为捷克级女学生 所信内有联系电话号码 所以立即全程以英文去电告知她上述情形 女学生返回自所内领取背包 经检视包内物品均完好无缺 离去前与警开心合照 关山警分局也表示 民众如果拾货物品 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即送到最近的警局 如果在公共空间拾货物品 则应当场交给公共空间的管理人员 而时机不昧 除了可以依法请求报酬之外 也可以避免触犯刑法 侵占遗失罪 以及负担民法上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记者陈吉林陆野香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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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